公子 你好坏啊 宁采晨来到树下许愿 发现树上竟挂着一幅画 画中的女子让她一见钟情 她想这么好看的画中在这儿真的是客气了 于是就搬来梯子 想要把画摘下来 此时她的背后突然出现一个女子 长得很像画中人 她就是以戏人惊气为时的妖精小倩 可当宁采晨回头时 却又什么也没看见 卓妖师艳齿霞燕书正就此路过 她正在和另一个同行切磋法术 可没想到这一切切磋 差点伤到了宁采晨 还把刚刚那幅画弄丢了 夜一身 狼狈的宁采晨来到一户人家借宿 开门的恰巧是小倩 她去想 这下可好 宁采晨主动送上门来 而宁采晨见到小倩后 发现 这不就是画中的女子吗 便喜欢上了漂亮的小倩 进屋后 小倩开始诱惑宁采晨 想以此吸取她的纯阳之气 可宁采晨是个正经人 即使是喜欢也要矜持住啊 她红着脸 背起行李就跑了出去 小倩这么多年 还头一次见如此正经的男人 她对宁采晨也有了豪感 宁采晨跑到树林里 遇到了正在捉摇的捉摇师 她说这里有很强的妖技 果然 小倩的姥姥出现了 这老妖婆一套技能就将二人制服 幸亏燕淑即使出现 救下了他们 燕淑想 要帮人帮老迪 就打算保护宁采晨 并带她到了一间寺庙 咱且住下 还给她一本法力强大的服药咒来护身 回到姚姐的姥姥很是生计 下令让小倩 无论如何要取到宁采晨的亲戚 可此时 小倩对她已经有了好感 但姥姥的命令又不得不听 便找到了宁采晨 又是一顿诱惑 无意间 服药咒找到了小倩 这让宁采晨明白 原来小倩是个妖 身份暴露的小倩就想 软得不行 她就来硬的 可燕淑流的服药咒非常强大 小倩被她找得非常痛苦 宁采晨虽然害怕 却不忍心伤害她 就把她放走了 这一来二回 二人算是埋下了爱情的种子 姥姥得知 小倩又失败了 简直是要气死 为得到宁采晨的精气 直接亮出底牌 派了两大高手前去拖出言术 自己亲自出马 想要吸了宁采晨 小倩知道后 不想让姥姥伤害宁采晨 便带着她想要逃跑 半路却正好遇到了 亲自出马的姥姥 宁采晨直接被吓跑 姥姥说你看 这就是男人 没一个好东西 想结婚 我就把你嫁给黑山老妖 抓着小倩就要走 可宁采晨竟然跑回来 还用服药咒 伤了姥姥的元气 原来她刚刚是去拿服药咒 小倩一看 这真是百年不遇的好男人呐 于是二人爱情的种子 就开始发芽了 回到妖界 姥姥真就应下了 黑山老妖的这门情事 连彩礼都收了 于是黑山老妖派手下去到人间 当着宁采晨的面 抓走了小倩 宁采晨拼命追赶 可一个手护肌之力的书生 怎能拦住妖界的妖怪呢 一个喇叭就被睡飞 无奈的宁采晨 只能看着自己心爱的人 被迫嫁给别人 随后宁采晨找到燕叔 希望他能帮助救出小倩 可人家是个捉妖师 怎么能去救妖呢 而且燕叔还告诉宁采晨 那个黑山老妖有着几万年的修行 不是他一个人能应付得了的 而且黑山老妖身处黑山界 犯人根本进不去 但在宁采晨的遗罪请求下 燕叔答应了帮助他 送他去黑山界救小倩 但是法力只够宁采晨一个人去 到了那里 一切只能靠他自己 临走时 燕叔把祖传的宝剑交给宁采晨防身 并在阳界等他回来 来到黑山界 宁采晨下的路都不敢走 但是为了救小倩 只好硬着头皮往前 他看到一个盖着红色盖头的人 宁采晨心想 这应该就是小倩了吧 可他掀起红盖头一看 却是一个骷髅 吓得他坐在了地上 小倩自身呼唤着宁采晨的名字 很快 宁采晨跟着声音 找到了关在这里的小倩 他用燕叔的那把剑砍断铁链 一手拽着剑柄 一手拉着小倩 就这样 他们逃到了凡间 黑山老妖 怎会让一个凡人顺周自己的老婆呢 愣是追杀到了凡间 这个万年怨气积攒出来的老妖怪 体型硕大 妖气重天 上来就跟燕叔打了起来 燕叔很明显不是对手 另一边小倩和宁采晨想要逃跑 可此地被设立妖术 二人根本逃不出去 就在大家毫无办法的时候 燕叔突然想到可以攻击要害 便进入到黑山老妖的身体里 想要刺破他的心脏 可这心脏啊 刀枪不入 燕叔就让宁采晨 把法力强大的扶妖咒扔给他 黑山老妖听到后 一个石板子将宁采晨打倒 小倩剑次不顾自己魂飞魄散的危险 将扶妖咒扔给了燕叔 最终黑山老妖被一刀杀死 黑山老妖死后 他体内所有的圆魂逃出 触发了转妖轮 所有进入那里的妖 都有机会转世作人 小倩此时奄奄一息 眼看就要被袭进去了 但是宁采晨紧紧抓住他 不肯放手 燕叔则是说道 这是小倩最好的归宋 不然他将勇士不得超生 无奈 宁采晨神松开了手 当转妖轮关闭的那一刻 二人这一世的缘分也就此结束 一人一腰的爱情 注定不会有好的结果 然而正是因为坎坷 才让这份感情更加凄美 更加动人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